推荐一个好用的小东西 就是涂上这个 这种小的 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可以用粘在这个花盆底下的 新买来的花盆 不是底下有可能没有用吗 粘上这个小的 胶垫以后 就不用担心花盆会把桌面刮花了 这个挺好用的 我像这个瓷盆底下 我通常就会 粘上四个 另外除了花盆底下可以用以外 我还发现粘在那个菜板底下 特别好用 菜板不是在 用的时候有可能会 尤其面板 你揉面它会跑吗 你粘上这个之后呢 它就不跑了 那菜板的话呢 切菜那总会有可能有水 菜板底下就有可能会湿 通常你说我们竖着 不管是 站在那儿还是挂在那儿 总会有一头水相对较多 那一头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发霉 我之前就是过段时间发霉 看到发霉就只能再换个新菜板 但是呢 我自从有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垫脚之后呢 我把我的菜板底下 就是粘了一些这些小的东西以后 这个菜板的发霉问题啊 还有这个在桌上滑的问题啊 就都解决了 菜板上粘的话不要不舍得用 反正这个也不贵嘛 两三块钱的事 除了这个菜板的四周要粘上 在中间部分也要粘 我曾经试过只粘四个角的话 用久了那个菜板中间啊 中心会凹下去 可能总是切来切去的就压下去了 但是把中间也都粘上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当然这个具体粘多少 看你那个菜板的大小吧 并且粘上这个直角之后 菜板的这正反面还好分了 省得分不清 每次还要辨认一下 尤其新菜板的时候 别忘了 非常小心 我需要的 是一个统帅 我需要一张 这个冬帅 一些统帅 为是有关 在那些什么 是一个统帅 你帅